缅北各方势力和军政府在中国政府的斡旋下终于实现了临时停火 但14日举行的第一次谈判似乎并不顺利 虽然缅甸军方发言人佐托敏说谈判取得了进展 但德昂军发言人说谈判只进行了10分钟,毫无进展 动见历史人物,衔袭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可能德昂军方面的发言更接近真实情况 根据有限的信息分析来看 临时停火应该仅仅局限在老街地区而不是整个缅北 因为就在谈判期间,缅北的木解方向还在交战 而且进行得相当激烈,缅军多次出动了飞机进行轰炸 并出动了散兵进行增援 因此,目前的状况可能是这样的 在果敢方面取得了共识 停火,缅军将老街和平移交给同盟军 缅军及其政府人员,家属将在月底前和平撤出果敢地区 果敢地区将来的治理方式进一步谈判解决 在昆明的谈判可能双方各自表明了立场 交换了立场文件,然后就散会了 果敢以外的缅北地区 包括木解、棒赛、木邦、蜡虚、焦梅等地区的控制权 由于立场相差太远 暂时无法达成一致,将继续在战场上决定 以前盛传的成立华邦自治区的构想 看来并非仅仅是传言,而是同盟军方面的真实目标 至于这个新华邦包含多广的地区 作者认为至少要包含果敢、木解、棒赛、木邦四线、木解、棒赛 果敢三线囊括了中缅所有重要的边貌口岸 木邦则是木解口岸 清水和口岸两条交通大动脉的交汇点 也是明朝木邦宣卫斯的旧地 有了这四线及附近地区 则中缅贸易物流通道将完全包含在新华邦疆域之中 将来新华邦可以要求关税提留 还可以征收货物过境费 在经济方面能够实现财政兜底甚至盈余 而在此次和谈结束后 反抗军和缅军随即又在缅北各地爆发了新一轮的冲突 若开军在石队省、泥鹏镇、庙屋镇、安镇等地 直接和缅昂来方面爆发激烈冲突 与此同时 德昂军也在缠帮和缅军交火、木解、南砍、腊须、角麦、桂盖、曼通等地都有战事发生 并且规模都还不小 在南桑镇的莱太桥赛勇据点争夺战中 缅甸空军甚至还出动了11架次的运12轻型运输机 用人工手动投弹的方式 对德昂军展开了轰炸 火力对抗在这次冲突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双方都采用了各自的战术 力图在火力上占据优势 国感同盟军和德昂民族军的使用81式自动步枪等轻武器进行密集点射 体现了在现代战争中对火力精准度的高度重视 这种战术不仅提高了射击的准确性 也最大化了火力的杀伤效果 不少人将矛头对准了缅北军事同盟 认为是反抗军们不守信用 违背了对中方的承诺 想要趁着自己战据上风 继续和缅军打下去 以便能够获得更多的优势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相当有问题的 因为对于此次的缅北内战 中方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不干涉缅甸内政的态度 所以无论是缅北反抗军还是缅安来旗下的缅军 都没有必要向中方承诺什么 中方的要求很简单 铲除缅北电炸 保证中缅边境的和平与稳定 至于停火内容 中方向来没有要求缅甸内战中的任何一方对我们做什么承诺 不过个人认为此次临时停火 只能说成功了一半又或者是失败了一半 因为在此次和谈结束后 果敢同盟军在老街地区并没有同缅军发生大规模的交火 当然缅军也没有快速撤离老街 很明显 双方都在等待下一次和谈 并为下一次和谈准备相应的谈判筹码 缅北联合军参加了和谈 但否认签订了和平协议 近日有消息称缅北联合部队否认了停战消息 和签订的和平协议局势再一次升级 这一声明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些人支持缅北联合部队的行动 认为他们是在为争取民族权利而战 而另一些人则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担忧 担心这会引发更多的冲突和暴力 缅北联合部队表示 他们参加了大国主导的与缅甸军政府的和谈 但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据称会议只持续了几十分钟就结束了 对于这一消息缅北联合部队表示 将继续以推翻缅甸政权为目标 邻国希望各方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避免冲突爆发性升级 因为战争带来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希望双方保持克制 争取尽快能够找到和平的捷径 在缅甸禅邦南侃镇的斯坎迪据点 约一百名缅甸政府军特种兵实施了空降偷袭 但因为没有足够火力掩护 这场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不过 这支政府军特种部队并没有落地成河 而是完成了突围 但人员和武器装备损失超过了20% 此外 三兄弟联盟在社交媒体发声 称他们的目标不会改变 即推翻米昂来军政府 不过三兄弟联盟也表示 在12月30日前 他们还会与缅甸军政府进行会谈 有观点认为 三兄弟联盟的真正目的 只是夺回果敢地区的控制权 喊出推翻米昂来军政府 是为了给缅北军方施压 暗示他们还有缅甸前执政党民盟的支持 三兄弟联盟的举动 还是为了在后续的谈判中 给自己争取更多的筹码 缅甸军政府的偷袭行动 目的也是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 但不管缅北局势如何变化 有一点必须实现 那就是这个地区绝不能再次成为 电炸天堂 盘聚在缅北的电炸头目 诈骗中国人的血汗钱 甚至还诱骗中国人从事电炸活动 中方用一份份跨国通缉令 展现不根除电炸事不罢休的决心 无论是所谓的缅北四大家族 还是在当地有什么特殊身份 只要侵犯中国人的合法权益 必将对中国法律言成 昂山素季伺机而动 有意思的是 嗅觉灵敏的西方媒体 看到了缅甸民族团结政府 暂时取得优势的局面 于是纷纷开始猜测 昂山素季是否会借助此次冲突 重出江湖 实现东山再起 昂山素季在2016年的时候 曾经领导缅甸民主联盟上台执政 当时上到美国政府 吓到美国媒体都以此将缅甸 作为推广西式民主的样板 在昂山素季执政初期 缅甸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升温明显 所以 这次缅甸民盟占据主导地位的 缅甸民族团结政府 出现抬头趋势 西方媒体纷纷文记起舞 最后来看看昂山素季 被西方媒体追捧的事情 小林认为 昂山素季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不大 其一 昂山素季尽管在西方媒体的话语环境之中 依然是政治红人 但在美国政府看来 昂山素季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错误选项 2016年昂山素季上台后 缅甸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尽管有所升温 但缅甸始终没有全面倒向美国 这令当时的特朗普政府非常不满 随后 由于缅甸内政的问题 美国 英国等西方国家开始批评 昂山素季的治理政策 随后后者沦为弃子 说一千到一万 这个时候西方媒体开始吹捧昂山素季 只是为西方势力找不罢了 因为俄美此前已经爆料 此次缅甸战事由美国的黑手操纵 其二 昂山素季在缅甸民族团结政府内的地位 已经不如之前了 缅甸民族团结政府的构成相当复杂 昂山素季所在的缅甸民主联盟是其主体 但同时该组织也综合了大量缅甸的地方势力 这直接导致了昂山素季 在该政府内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实际上都被削弱了 昂山素季想要东山再起 首先要协调好这些地方势力的利益 但客观来说 昂山素季的地方治理思路 实际上跟米昂来没本质区别 都是以缅族为优先的大缅族主义 这就注定了昂山素季 很难成为那个能够协调各方利益的人 昂山素季无法东山再起 可能是个好事 这意味着缅甸民族团结政府 短期内无法达成目标 只能与米昂来政府构合 暂时放弃武力手段 这将使得双方的博弈 从战场转到地下 对于渴望国内和平的缅甸群众而言 未必不是个好事